李连杰一口气三个单手反臂引体向上 除非李小龙在世 否则无人能及 成龙大哥第一个不服气 我15米钟楼都敢跳 还能被一个引体向上难倒 被称作功夫皇帝 难道李连杰就真的无人能比吗 曾在《金武英雄》的电影中 李连杰就秀了不少操作 一上来就拉了三个单手反臂引体向上 虽说单手引体不算啥 但能做到李连杰这种程度的却实在罕见 能明显看到他 两间都是处于完全相同的水平线上 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竞技体育一定是可以分出胜负 分出孰强孰弱的 文人相亲 武人也一样 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体现在动作演员身上 那就是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不管你打得多好 我都不会承认你比我优秀 于是我们看到很多动作演员 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自己的功夫天下第一 别人都是花架子 但也有例外 在某次接受媒体采访时 成龙大哥高度评价了对手李连杰 为什么说是对手呢 因为每次cue到功夫明星 大家都会想到甄子丹 李连杰 成龙三位 他们的电影风格完全不同 成龙是功夫喜剧 借助道具完成精彩的武打动作 甄子丹和李连杰呢 讲究的是拳拳到肉 只不过后者的动作更潇洒自意一些 在国际知名度上 成龙是三个人里最高的 其次是李连杰 最后是甄子丹 有了这样的江湖地位 成龙大哥自然不会轻易 在媒体面前夸赞其他动作演员 最经典的一次 就是成龙点评已故功夫明星李小龙 当时记者问成龙 你和李小龙对打的话 谁会赢 成龙笑着回应 让他赢吧 他接下来又说道 自己与李小龙相比 其实有两大优势 第一就是自己要比李小龙的身高要高 第二就是自己是双骨 而李小龙是单骨 也就是肌肉要比李小龙的数 李小龙是举世文明的武术家 独创的杰拳道杀伤力很大 成龙作为晚辈 在李小龙电影里跑过龙套 能够给出这样的评价 属实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期 为此网友们送成龙外号双骨龙 但在评价里连杰的时候 成龙大哥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低 原话是这么说的 我们在香港练的就是南北派 南北派完了之后就是学空手道 和气道啊 柔道啊 拳击啊 我们就很杂碎 他就很正宗 他是个正宗的师父 我们是杂碎师父 我第一部看他的电影是《少林寺》 看完以后原来《少林寺》是这个样子的 他打出来跟我们都不同的 而且他平地跳很高 他好像什么都懂 十八般武艺都懂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叫九节鞭的 我们最多就是棍枪 刀跟剑 就没有他那种 你看我们几个杂碎就是 红金宝 我 原标都是很杂 什么都懂 你讲什么我们都懂 每个人都半桶水 从这样的评价可以看出 成龙是认可李连杰的功夫水平的 当然了 成龙大哥的话也没有刻意吹捧李连杰 人家可是1975年至1979年 连续五年获全国武术全能冠军 这儿八经的童子功 刀枪棍棒 辅跃勾差什么都会 两人谁才是影响力和实力最大的武打巨星 到如今也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但是要把李连杰和成龙放在一起对比 差距还是很明显就能看出来的 有一次 记者问李连杰 你总是在各种场合说成龙用替身 真的不会得罪大哥吗 李连杰面不改色心不跳 回应记者的追问 当然不会的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前辈李小龙拍危险戏份都用替身 我们这些后辈为何不可 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确实如此 有些专业戏份 比如开游艇开飞机这些 肯定是需要替身演员上场的 这都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那会儿的武打骗技术不成熟 不管是成龙大哥 还是李连杰 都是自己亲自上场 不管多难多危险的场景 基本都是全力以赴 为了拍出最好的效果 成龙的受伤次数也是在圈内公认的 从1975年拍摄《少林门》开始 被打到完全失去知觉 再到后来的 罪犬导致眉骨受伤 眼角被踢爆 蛇形刀手 失敌出马 龙少爷 A计划等多部动作大片拍摄时 成龙都负伤累累 牙齿鼻鼓喉咙颅颅骨都受过伤 身上没有一处是健康的 后来 有一次 成龙被问到如果和李连杰打一架谁能赢 成龙笑了笑表示 这个不好说 可能差不多吧 成龙大哥确实有这样的信心和自信力 2008年 成龙和李连杰合作过一部电影《功夫之王》 同剧组演员还有刘亦菲 李冰冰 邹兆龙等人 这也是成龙和李连杰为数不多的合作 效果很好 网友评论称 一个宗师一个痞子 可外国人拍的武打电影 就是容易形式化 肤浅 口碑自然也就不好听了 豆瓣评分5.7分 17万人参与打分 可见成龙和李连杰的观众号召力 多少年都不会改变 这么多年来 成龙和李连杰在慈善方面的贡献也不相上下 他们俩 谁的慈善模式更成功 坚持到今天的还有谁 自从2004年开始 成龙就开始了龙子新慈善计划 李连杰当然也不干事后 从2006年以来 李连杰创建的伊基金在众多明星中脱颖而出 经过几年的运营 伊基金获得了独立 作为创始人的李连杰则选择退居幕后 工程身退 伊西基的当时是2006年12月14日 在满城近代黄金甲的首映市上 李连杰首次对外公布 将携手中国红十字会设立伊基金计划 获得广泛好评 那会决定退出 肯定是为了伊基金能够更好的发展 事实证明 李连杰的退出是最正确的选择 如今的李连杰 专注家庭和励志相恋十年后 步入婚姻殿堂 从1999年开始 结婚24年 经历很多 也有两个女儿 一家人幸福生活在一起 成龙和吴奇力相识相恋的时间点 竟然出奇地和李连杰对上了 1999年 吴奇力向媒体表示自己怀了成龙的孩子 而此时的成龙 已经和林凤娇结婚17年 育有一个儿子房祖明 却经历了这样一段感情事故 令人唏嘘不已 还美其名曰 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一个错 跟成龙比起来 李连杰当初也是抛弃了自己的师妹 令人不耻 但最令人感到尴尬的还是他的国籍问题 新加坡国籍让他蒙上了一层无以言说的伤痕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他跟成龙大哥比起来 差距实在太大了 一个小细节 就能决定一个演员的口碑 稍不注意 满盘皆输